这里卡普汤北美食家 2021年8月12号的凌晨 我们接着讲 下面讲到的是地狱图景2 这就是来自于国内的一系列的 我们讲到看看大家是不是感觉到 活在地狱当中 这上面一个是记者刘虎说 他说今晚一位省级媒体中层干部 朋友说接到通知 苗苗接种后出现问题的 一律不关注不报道 自求多福吧 这里面是下面 他根据另外一个评 他说我被单位强迫志愿打苗苗 打成了癫痫家族没有癫痫基因 我自己也是医生 而且是参与抗疫的医生 现在只能自费看病治疗疾控根本不认 那么这个记者也讲到了 所以这中共就是公开的 公开的根本不承担任何责任 我们讲到这个 所以我们前面昨天按照8月11号 我们讲到那些情况 一系列的情况大家知道 这个基本上是一个说白的巨大的阴谋 那么官方从上面来讲 他一举己得 一个是能够对大家进行全面的控制 能够检验他自己的统治力量 第二检验统治力量 第三个他又赚一笔钱 第四个又把大家当小白鼠 开发了一个新的品种 炼兵了 炼兵了疫苗的炼兵 所以这些知道 我们讲到在专制独裁社会下面 就是普通的百姓也好 我们讲专制独裁下没有公民 那基本上就是挂在那个钩子上的 那个鸡鸦猪狗 所以基本上就在炼狱当中 所以大家如果不明白 那我们也没辙 重量是大家明白 下面宋祖德 宋祖德又冒出来了 宋祖德 宋祖德讲娱乐圈 娱乐圈吴亦凡事件 签出14位艺人 跨国 呼吁严惩成龙冯小刚 这是讲到这个 他说成龙冯小刚都曾经力挺 并纵容吴亦凡 严重偏离核心价值观 应该受到严惩 至少应该禁严十年 我在娱乐圈斩腰除魔18年 得罪了大半个娱乐圈 要不是吴亦凡事件 很多人都以为 我过去痛骂劣迹明星是为了趁热度 其实我就是看不惯他们误导青少年 吴祖德大家知道 最早的也算是一个早期的很早一个网红 他那时候还没有这种网络视频 他就是打假呀或者是接短呐 一系列好长时间销声匿迹了 现在出来 这里面讲到两个人典型的成龙和冯小刚 那是在无意烦的那个揭发的那个视频下面 有一张图里面看到冯小刚 看来冯小刚真的牵扯进去 估计也是这样的 那么冯小刚原来是跟着王朔下面 那个那个提鞋的 我们想提鞋 然后混得风生水起 混得风生水起 挣了不少钱 然后不知道搜索 不知道搜索 这些都精绝者 精绝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精致利己主义者 那么他们也算是有自己的想法 说白了反过来就是割韭菜 平民割平民割 不割不割 成龙也是 混得油精油精 但最后这些人 严格来讲都投机分子 都是投机分子 跟着共产党混 早晚要进去 要认识到这点 以为他永远能够这么好下去 他还不如范冰冰他们的 范冰冰他们多少是个女性 人家可能头可能还会保一保 在一个女性上 男性在这里面 你老想去沾光 沾的差不多就应该撤了 不撤的话 你就把性命都打进去 这块我们就不说了 那么都在一起搅浑水 说白了就是降纲 降纲都在里面搅浑水 共产党需要的时候就不用说了 到时候不需要 就踢嘴羊就甩出来 细子 基本上这个 下面一个是校长梁山 他说与病毒共存不是最恐怖的 最最最恐怖的是 你不得不娱 傻逼共存 这就是一个个都觉悟了 觉悟起来的 而且这个 讲到的傻逼是排山倒海的过来 中国最大的就是 说不好听叫人祸 黄祸 蚂蚱一样的排山倒海的过来 最麻烦的是这个 这也就是逼得我们要离开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能无没办法 就等于你遇到了这些蚂蚁洪水或者是蚂蚱洪水 或者叫鸡鸦猪狗的洪水 泛滥成灾 这点有些人可能不爱听 这个咱们没法说 你爱不爱听是你的事情 我们给你描绘这样的一个场景就行了 场景就这样行了 这些东西是真的很悲剧 所以这个网友有深刻的感慨 最最最恐怖的是何 你跟他讲说不清道不明 不在一个层面上 然后他也觉得自己很牛逼 觉得自己能够掌控世界 能够甚至能掌控你的命运 这个是最恐怖的 这是最恐怖的 这是一个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这样的一个视频 大家知道恐怖成什么样的地狱 从杨子江里面捞上来一个人 我们打双引号的捞 捞上来一个人 什么原因 男子身份证丢失 做不了核酸检测 为绕过南京回老家安徽 一块木板横渡长江 这是在镇江丹土 然后被发现了 爆了块木板 我们再给大家看看 大家看看 爆块木板 想横渡长江 真的很悲剧 看见吗 然后船靠近了 给了一个杆 把这个捞 捞上来 背上还背了一个包 你看爆一块木板 我们看看下面是什么东西 下面写的一些什么东西 8月9号 镇江丹土 警方发现长江高之水聚 有一名男子随着团集的江水 上下沉浮 非常虚弱 男子为安徽淮南人 在江苏打工期间 丢了身份证 疫情期间找不到工作 便想回老家 回家路上需要经过南京 但提供不了48小时核酸检测报告 便准备走水路绕过南京 目前男子在警方帮助下上岸 已被送往救助站 真的很悲催 真的很悲催 太悲催了 下面再看这个丽江 我们把音量开出来 丽江古城 空空如也空无一人 丛高开听 哇塞 这是2021年8月11号的 丽江古城 空空如也空无一人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旅游人太难了 本来是旺季的8月份 变成了这个样子 非常罕见的 8月的丽江古城 我也只能靠直播 赚点生活费 看到这个视频 让我们想起2017年 2017年 好像我们那个时候 这个时候是在大理 大理离立江古城 好像不算远吧 在大理的时候 那个看到这个景色 基本上他们建筑结构都差不多 那是很辉煌的 很繁华 非常繁华 能确实是人山人海 到现在空无一人 地狱空荡荡吗 地狱满满的 人间空荡荡 下面再看一个 我们再看这样的一个 给你看张图 你也看到它的时候 你会觉得什么 很像象形文字 对不对 其实我们上一辈人 更知道它是什么 这些造型各异的基础物 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 叫杰玉环 它也是青年艺术家周文静 女人系列作品创作的一个主题 世卫组织曾经公布过这样一个数据 就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它可能就在你的身边 也许是你的母亲 或者奶奶 外婆 他们到现在有可能他们的身体里面还佩戴着这样的杰玉环 这个杰玉环已经跟他们的血肉长在了一起 周文静在创作这件女人系列杰玉环的时候 就搜集了三百多种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杰玉环形态 用杰玉环最典型的材料 黄头按照一比一的比例还原出来 这些杰玉环被放在蓝色的丝类腹上 被矿杂玉环 我想如果我不告诉你这是杰玉环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这很像是女孩的首饰 而周文静正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把女人最尖锐的声誉问题赤裸裸活生生的就怼到我们的面前 16年的时候周文静对这个杰玉环的作品做了二次创作 他把三百多个杰玉环嵌入到了桃米里 把他们留下的痕迹烧制成了一块块的桃瓷 留着红色的液体 周文静在最接近皮肤质感的 非常纯粹非常干净的桃瓷上 打上了一道道流着血的伤口 这是杰玉环嵌入我们的身体在被取出来的一击 这也是杰玉环嵌在这个女性的血肉身体上的一道烙印 我觉得这是一种近乎残酷的冷静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项全国生育结育抽样调查显示 有87%的结育措施是用在妇女身上的 一直以来受到所谓传宗接待等传统思想的影响 就觉得男性去结扎不能生育是对男性威严的伤害 但很少有人想过在这件事情上 其实是女性承受了生育乃至结育的一切风险和痛苦 我记得我在生二胎的时候因为是抠腹产 所以我在手术台上医生问了我大概十遍 说你要不要结扎 我差点就答应了 我最后想一想 我先想 为什么是我去结扎 后来我就问了老公 就我问他说 你愿不愿意去做结扎 他说他不愿意 我在想可能不只是他 几乎很多男性都不会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很多时候呢 都要女性去承担这一份痛苦 其实结婚生子乃至现在的那个三胎政策 本意上是爱和生命的延续 但是却有一些人认为这是女人一生要完成的KPI 不是有一句话流传很广吗 说每一位母亲和孩子之间都是生死之交 感动的背后也许就是血的残酷 今天选择什么样的避孕方式 应该要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需求和医生的医主 但是我觉得站在一个女性的角度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女性都应该保有生育自由 和对于生育的知情群 所以我想跟你分享一下 在这篇作品底下的一条感动我的评论 我一直认为生育只是基于爱意的一种选择 它是赋予女性的礼物 但不是义 它说我们可以因为生育而喜悦 但千万不要被生育所奴役 看到这个东西无语 我们讲到无语 中国女性的解放的路程 很遥远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对女性的压榨和压迫 早期有孔夫子的三重四德 到了满清时候 明朝和满清时候有果小角 到现在有结育 人的自由追求起来是多么的漫长 多么的不容易 所以你们 我们希望每个人从出生开始 就要认识造物主上帝 那是赋予你人的权利 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 在这个基础上 再去认知社会 你的会有不一样的境界 会有不一样的认知 会有本质上的一个清醒的东西 这里面我们不说 中共在这个里面杀死了多少人 我们只讲这个男权社会 尤其中国这个男权社会 女性的解放 多么的不容易 那么事实上现在 在中国社会里面男人的堕落 大家是显而易见的 想到这里面 后面还有一个 昨天我没来得及放 我们听一下 另外一个 我们把它给找出来 让大家看到 现在的女性 愤恨之下对 和黑人交往的一个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愤恨下的一个 话语 我给大家看一眼 这条 让我来告诉大家 为什么中国女人 喜欢跟黑人操逼 因为黑人的屌更长 更容易让女性高潮 还有就是黑人的脊 培育出来的后代 会有更多的詹姆森 会有更多的科比 会有更多的迈克尔杰克逊 有助于提高整体 整个中国人民族的体制 有助于他们在运动方面的改进 还有就是黑人 有一种原始的动能 对正义的追求 能改进这个几个民族 几千年以来明哲保身 自扫门前雪 修管他人网上双的 这个劣根性 黑人首先 这个群体如果长期的 跟中国女人套逼 日出健康咖啡娃 就是都是咖啡色的 狂日狂操 操出健康咖啡娃 对这个民族绝对是有好处的 为什么呢 你们听我细说 在中国 因为用玩具枪打个鸟 可以判无期徒刑 从淘宝上买个仿真枪 还没收到手呢 就给人判无期 拿个气枪 打个气球 给人老太太判三年 老太太拿气枪 打个气球判三年 我操你们嘛 你整个民族 B民族 整个什么社会现象 批判现实 看不懂啊 看不清啊 都装你妈笔啊 你按你这政策去统治黑人 不出三代人 不出三代人 黑人就造反 而且黑人很团结 黑人团结一致 人家的这个黑命贵 无理 无理攘三分 无理上前还攘三分 对吧 你们你妈的笔的落井下石 草皮起婚这样子 你们能跟黑人比啊 中国女人一定要多多跟黑人操逼 多多跟黑人生孩子 首当起初我 我就特别喜欢跟黑人操逼啊 天天把我的黑人来操我 我操你们妈的 你愿跟黑人操也不给你们操 装你妈笔啊 中国女人一定都跟黑人操逼啊 不要跟中国男人操逼 他们是世界上最垃圾的物种 概括完毕 听完这个我有无语 大家仔细品味一下 可以品味一下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讲这是一个 地狱的社会 不同层面的地狱的社会 下面还有一个 我们不多的解释 大家想想 从刚才那杰玉环知道 共产党杀了多少人 所谓的男性社会 主动是往魔鬼的路上运行的 严格来讲不能叫人 下面这个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他说我这辈子没被这么恶心到 群里有不明的二维码 不要扫不要扫啊 有人把疫情重度地区医院的二维码 批到图片上 扫完直接红码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图 是一种互害 是一种比方说得了艾滋病以后 然后拿这个东西去故意在陷害别人呢 还是什么原因 还是为了挣利润 我不知道这个二维码 扫完以后直接是红码 为什么要这样的情况 人家批是恶作剧呢 还是什么情况 反正你在坑里面 我根本讲的就是相当于一个沼泽地里面 沼泽地里面 而且是有计划的沼泽地 有计划沼泽地 你就可想而知是怎样的结果 下面再看一个内容 又在不断地发生 我们讲了一个节点就是这样的 一个男子中间男子刚刚出狱不久 竟持刀挟持银行员工 大喊我想吃牢饭 我们听到啊 刚出狱不久的48岁男子前往银行 想洋装 我们叫的假装 假装开户 持刀挟持 女职员 他说我想吃牢饭 我不想伤害你 我估计银行门口有接待员 估计他就持刀 对着他 然后说我想吃牢饭 我不想伤害你 你们报警 我真的没办法 我知道说你要报警 你放下刀子 那么其他人讲的报警方案 这个人 我们看看 看48岁 这个男士 看见了吗 黑衣服 戴了个口罩 拿了个刀子 其他边上也是个工作人员 提醒他 然后大喊 抢劫 我想吃牢饭 同时要求工作人员交出30万元 然后他说这样罪比较轻了 这样罪 放下刀子比较轻了 他说 对我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协助你吗 这是其他银行里面讲 他其实报警 他说我想抢劫30万 他说你这边先做好 好不好 我等警察来 我就会放开的 他知道 等警察来就会放开 多么悲剧 就不想活了 没地方活了 这个是我们昨天讲到的 要进入到一个新的节点的序区 开始这样状态 这个48岁应该是单干户了 分散了 那么未来这些躺平的 还有那些棋手 还有一些人往哪里去 那就不一样 我们讲的 这是一个 下面再看一个 在街头摆一个小花样 玩的小技巧 骗人的 严格来讲骗人 真的是很可怜 我们讲 没法说 在这样的一个 降纲和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你说他为了讨生活 我们看一下 这样的小视频 这还有个玩车的 这有那么难打吗 美女你玩多少钱的了 一百块钱的了 啥都没中 老板送我个玩钱吧 那多于不玩 你这玩这 我这干 我这送 来来来 我来吧 这个有那么难打吗 我来打 玩一百块钱的 多少钱一把 十块钱一把 好 开始玩 你手别摸 你手别摸 手不能摸 手不要碰 玩这个东西 手不能碰 五十啊 第一次啊 五十 五十 第二次啊 第三次了 五十 一百五了 是吧 一四四 二百 二百五 二百 二百七 算了算了 算了算了 不玩了 老板 你把这个五四的钱 给我算了 我没那钱 你这个给我吧 你不给钱是吧 我不给你两个 我不给钱 不给钱把这个拿走 咱们给咱们朋友出个叫声 你不给钱 我们要把这个拿走 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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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跟一百多年前 一百多年前传教士到中国来 给一些乞丐 瞎子的乞丐 瞎子还是什么忘了 瞎子还是忘了 好像是瞎子还是什么 这是那种近视眼 忘了 反正类似这个意思 来治疗 治疗完了以后 按理说是一个好事情 但是其他的乞丐就过来 找这个传教士 他说你把我的饭碗夺走了 我问你要赔偿 无语 可想而知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是在地狱里面 他依赖这样的一个环境 你把他的饭碗夺走了 就相当于这个 后来的这个男士 揭露这个东西 他说那个二百七 你不要想我把东西拿走了 那人家那你拿走了 我怎么办 我怎么生活 我怎么讨生活 这个中年老先生 应该是比较温和的一个人 他不是正宗的那种社会上里面 故意为骗人 他也知道这个不合适 但他为了生活 没办法 这个就是 专制社会高压下来 那么没办法正常的生存了 所以在那种情况下 谈到了江湖的底层的这种坑蒙管片 甚至是一些情况 他是为了讨生活 不是真正的坏 但是我们很多中国人 有很多人是不懂这个东西 这就是将刚造成的 甚至还有很多 我们记得小时候很多 看到书以后 一些父母讲到的 有些人信了佛了 就把这人说成是坏蛋 这个就是我们又讲到了 老毛里是讲的 你不能小善 小善不解决问题 小善反而会什么 维护这种专制统治了 他不解决问题 你又缓解了 反而从那个侧面来讲 就是维护了专制统治 这就是我们要批判 那个孔孟的东西 孔孟是更是给大家安慰 更大家的一个安慰 然后包括批判那些佛家的东西 佛家的东西 其实大家根本就不懂 什么是真正的佛家 类似这些全部都 找不到根源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提醒大家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在展示的 大家知道 这什么叫地狱状态 人们走投无路了 这种事情在 未来的几个月会愈演愈烈 只要共产党没倒 这种事情会加剧 加剧以后遇到这些 没有劳动力的 就是像刚才我打劫 我去做牢饭 我要吃牢饭 吃牢饭里面有安慰 我记得是几年前 一个六七十岁的 出来了也是的 他说我还不如去坐牢呢 一出来反而我没有生 在牢里面干活归干活 反正一天三天能管饭 能管饭 到这里面没人管了 社会上没人管 这是一个悲哀 严格来讲 监狱是关捣乱社会的 破坏社会的 结果人家出了监狱 反而没法生存 一切都在颠倒 一切全是颠倒 这就是回到了共产党 当初革命青年的一些人 想要推翻的东西 然后自己又实现了 为什么中国2000年来 始终这样轮回 现在这种节奏在加快 因为社会发展快 随后下来 就会又出现 早期共产党闹革命的那些人 大家记得小时候 我们看大浪逃杀 里面那个老大 对不对 在农村里面杀了地主 翻墙跑出来 后来参加革命 一样 一样 一模一样 这里面我们顺便也说一些 那些搞自媒体的 或者是反共的人士 你们想过这些东西没有 根本原因 为什么解决不了这问题 为什么我们开悟堂要说 甚至是不怕得罪你们所有人 我们要讲你们其实是在帮助共产党维稳 因为不起作用 不解决根本问题 理解这一点就行 这是在地域 我们讲到这样 OK就在这里 下面我们再介绍 假瑞士谎言的背后 就是中共借瑞士 说一个瑞士的人的名字 什么是在瑞士注册了 我们看看这样的发酵出来的信息 是怎样的一个结果 OK